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题 图片说明手册 和第四题 模型组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77页的第三题 我们应如何避免所装配的模型出现错误 画钩 根据图片说明手册上的资料 挑选所需的组件种类和数量 按照图片说明手册上的步骤 来装配主件 我应该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七题,根据装配步骤相反的次序拆卸组件,以数字1-6顺序排列拆卸组件的步骤。 第八题,以下显示凯乐和雅惠如何处理拆卸好的各种组件。 你认为谁的行为是正确的,话供写出你的原因。 雅惠的行为是正确的,因为把组件摆放好,可以避免组件损坏或遗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